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台南保安路掃煎美食地圖10選 分別是純鹹坊、古早味鍋燒一面 阿糖鹹粥、林家魚皮、保安路逼哥 阿明豬心冬粉 大菜是無米羊肉湯、阿村牛肉湯 阿鳳浮水四目魚羹 以及阿文米果 最後是阿龍香腸燒肉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首先第一張 我們就來試一下台南鍋燒一面教科書 他就是位在保安路這邊的 純神坊古早味鍋燒一面 那相信這間不用我多說 想要感受一點甘醇系湯頭的人選他準沒錯 那我那點就是一碗大份的鍋燒一面 然後呢,還有再升級30塊的炸料 也就是這種非常古早味的炸魚片 吸飽的湯汁脆度全濕 但是吃起來呢,還是蠻好吃的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當然要從他的麵體起手 今天早期開拍,鼻音偏重 不過呢,為了這一碗那是絕對值得的 先不論他的口感如何 湯頭的風味真的是你在北部的鍋燒一面 不太可能吃到的 走一個清甜甘醇路線 然後呢,你配上他的麵體一起吃 就會補上這種油炸麵體的香氣 雖然說你要論口感自己的Q度呢 絕對是有他的極限在的 但我覺得這就是鍋燒一面的魅力吧 吃的更多的呢,會是他這種很容易吸收湯汁的魅力啊 我們來試一下他的炸魚片 總共好像炸了有三塊吧 相對於他的麵體本身 魚塊的那種油炸麵香呢 就會更加的突出 同時呢,補上一股微微的魚肉鮮味 那當然蛋包本體呢,也是不能錯過的 呈現一種適當的熟度啊 不管你是早餐生的來一趟也玩 那真的都是正地享受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 純鮮坊古早味鍋燒一面 想要感受一下南台灣鍋燒一面的魅力的話 雖然他呢,絕對是沒有錯的 OK,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早餐人好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西門圓環這邊 在地開了超過70年的OG老店 他就是阿唐鹹洲 非常非常行的觀光熱點 我個人還真的是一次都沒有來吃過 不過聽說他們家可是魚肚鹹洲的創始人物 必須來給他感受一下 而且整體除了一片非常大天的魚肚之外呢 裡面呢,還有加入鮮科跟一點魚肉碎來提鮮 最後再撒上一點韭菜跟油蔥酥 看起來真的是還蠻欠吃的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試一下他的魚肚本體 不過各位在挖的時候要小心啊 因為雖然說一碗兩百 但其實料真的還蠻多的 感受一下 果然來到南台灣 早餐來上口油脂豐富的十母魚肚 那是真滴幸福 有他外圍瘦的嫩 還有中心那種油脂的化口綿密 不過我覺得大部分的濕母魚肚吃起來其實都差不多啦 主要呢,還是這個尺寸夠大 入口的感覺比較爽一點 我們來一口鮮科配上他的魚肉碎 主要呢就是這種魚湯的鮮味 搭配上適當的鹹甜感收味 而且你整吃入口的口感是非常豐富喔 有他韭菜的微脆 魚肉碎的紮實 還有他泡飯跟鮮科的這種微Q口感 湯頭的火力絕對是高端人士啊 我們再來一口配上他叫魚肚 這個肉量真的是很爽 怎麼挖都還有很多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 阿糖鹹粥 老師這樣我覺得真的就是一碗 沒什麼好挑剔的高端鹹粥啊 用料很足 然後肌底的這種鮮味也很夠 200塊我個人是很願意啦 OK,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鬼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來試一下 會在寶安路這邊相對比較Local一點的選擇 他就是在地開了將近有50年的鱗家魚皮 主打的呢就是各種非常台南味的蔬菜料理 像是我頂的魚皮湯以及乾煎魚腸 那當然還要再配上完肉燥飯 而且他們家的感覺還有加入一點類似酸菜的東西 去給它滷製喔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首先呢我們就從他的乾煎魚腸起手 我以往都是吃肉汁路線的 乾煎的這還真的是我的初體驗 相對於我以往吃的那種肉汁魚腸 乾煎的口感絕對是更加膚膚的喔 可以在他這種常用的Q、乾的微紮實之外 增加一點表層這種奎微的脆度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會有點小肝 但老實講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充分可以 敢吃魚腸的人來到台南麻煩給他點上的份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一下 我端了很久的這碗肉燥飯 感覺比較偏這種家常路線的 相對於我以往吃過的幾間台南肉燥飯 那種甜味為主的滷香 他們家的我覺得就是一點適當的微甜 搭配上肥肉丁的油香 以及不太一樣的點喔 還會再多上一點類似這種梅干菜的香氣層次 我們再來一口 早餐爬肉燥飯真的是享受 好的,那我們再來試一下它的魚皮湯 看起來走路是這種生魚皮路線 而且很明顯 感覺老闆沒有切幾刀 整體的尺寸相當大天 我覺得每一家的魚皮湯 不管它有名與否 風味上吃起來絕對都是差不多的 差別主要在於它的尺寸 來印象你整個口感上的衝擊 想要感受一下大快切路線的話 選它準沒錯 好的各位,總結言的鱗甲魚皮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台南味早餐選擇啦 然後呢,我會覺得像魚乾淨魚腸 個人好像還是更愛這種肉質路線的滋潤感 不過乾淨的版本絕對絕對也是值得你 是的,OK,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一點標誌性的南台灣小吃 用糯米飯結合肉燒滷汁 搭配上魚鬆的優質滴哥 這一間呢就是在地開了有50年的保安滷滴哥啊 整體的配置感 又跟我之前拍的那個沙大島藍滴哥 好像是同一個派系啊 一樣也是滷完搭配上一點花生 不過呢,我這個是DIY升級版 我還有再加點了一份滷丸跟一顆滷蛋 相當奢華的一個配置啊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拍一口滷丸配滴哥 每一顆看起來都很不規則的感覺 絕對絕對也稱不上Q 更多的是這種軟軟微紮實的質地 主要呢還是感受它的滷香啊 應該跟它的肉燥滷汁是同鍋去處理啊 所以說整體的這種鹹香醬滷感也是很充足 不過呢,我感覺它們家的糯米本身 好像是我拍過的裡面前幾Q啦 我們配上它的魚鬆再來感受一下 不過B哥這種東西好像是這樣喔 你不從食欖來吃 它整你的口感跟濕潤的都會是有差的喔 最後呢,就有肉能收尾 鹹香夠味,同時它這個蛋黃呢 也是呈現這種非常綿密的質地 很適合配上它微Q的糯米爬上一口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呢 保安路B哥 想要感受一下南台灣特色B哥的人 充分可以嘗試一下 不過我這樣拍起來 我實在是不曉得 我自己最喜歡那一間 不過很肯定的是 目前還沒有吃到一家是雷的B哥啊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晚餐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保安路的真爹老大哥 不管是平日還是假日 只要有開,通常都會在排隊的 阿明豬心冬粉 那我那點就是一份豬心冬粉 配上蒜頭豬腳 兩大高牌直接給它吃起來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當然要從它的豬心冬粉起手 這個厚度搭配上紅潤的色澤 看起來那是相當的欠吃啊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第一個感覺啦 我覺得口感的部分 那就就是相當到位 厚度跟熟度又適中 所以整體嚼起來呢 真的就是個軟嫩脆Q路線 有它豬心的Q 還有它這種冬粉的軟Q感 同時呢,又吸收了它湯底 這種大股的香氣哦 不過說真的 他們家這個厚度真的是相當可以 我記得之前吃過其他大的豬心冬粉 就沒有到這麼的厚切哦 口感上絕對是有差的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就吃它的蒜頭豬腳 感覺他們家的醬汁給的是非常足啊 當作為我之前拍的那個大胖 我覺得他們家醬汁的基底 蒜味整體呢會比較突出 但是大胖的甜味呢 就會更加濃厚一點 不過口感呢真的是蠻爽的哦 有它外皮的軟Q 還有它瘦肉本身這種微紮實的腳感 整體吃起來也就是肉感十足的哦 不過呢我覺得很明顯啦 他們家切的就是骨肉分離的比較徹底 整體吃起來算是蠻方便的我覺得 好的各位,總結一點呢 阿龍豬心冬粉 個人覺得是好吃啦 但是我會不會為了它排個30分鐘一個小時 那可能就還好 懶得排隊的話 建議你就是5點來這邊開吃 OK,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的飽安路特集Day2繼續給大家吃起來 那首先第一站呢 就來試一下台南在地的溫體羊肉湯代表 它就是大菜式無名羊肉湯 主打的呢就是各種部位的溫體羊 然後呢再搭配上你想要的料理方式 清湯、飯粿或者是乾飯都可以 不過呢我必須說 他們家真的是非常夯 我以為我8點來已經很早了 但這個時候來呢 基本上只剩下羊肉片 所以呢我就點了一碗最經典的清湯羊肉 配上乾飯羊肉 肉感滿滿的早餐組合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它的清湯羊肉起手 其實就跟溫體牛肉片一樣啦 就是上桌呈現粉潤色澤 馬上素質才是最棒的 真心建議這種溫體羊肉湯 千萬不要用外帶的 現場吃上碗 呈現這種粉潤色澤的 軟嫩口感真的才會是最爽的 雖然說看得出來油化不是說特別豐富 主要呢就是感受這種軟嫩感 我們下一口配上它的這個 微甜油膏來試一下 看起來呢是相當的欠吃啊 老實講 配上它的微甜油膏 誤口其實 你會感受不太出來 到底是不是羊肉 那種所謂的羊三味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微乎其微 好的那我們再來吃它的乾板羊肉 想要吃更加軟嫩的話 應該選這個準沒錯啦 因為它就不會說被燙得過手之類的 整體呢還是呈現非常精美的 紅綠色澤 乾拌走的呢就是一個麻油路線 個人呢還是最喜歡搭配上它的微甜油膏吃啊 好的各位 來總結言呢大菜是無名牛肉湯 口感好湯頭香 早餐來上碗會是個很優的選擇 OK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一站 好的鬼公的朋友 早餐人好來試一下 保安路上唯一的一間問題牛肉湯專門店 它就是阿柱牛肉湯 印象中蠻久以前有來吃過啊 有點關心他們家是走什麼流派的啊 那我那點就試一碗小碗的 再配上相對少許的薑絲炒牛舌 非常有台南味的早餐組合啊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它的溫體牛肉湯起手 看起來油花算是偏相對客氣 但這個肉量充分可以 先吃個原味感受一下 整體機體喝起來 我覺得比較偏這種束口路線 適當的肉感配上一點蔬果香氣 然後肉片本身我覺得就是溫體牛啦 非常熟悉的軟Q腳感 不過我覺得湯頭本身真的是 蠻適合當作早餐來享用的 不會說特別清爽 但也不會說濃郁過頭 我們下一口呢 搭配上它的油膏來試一下 這個組合入口 那真的就是滿滿的台南味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它的薑絲炒牛舌 感覺台內每一家牛肉湯 賣的這個快炒料都不太一樣 個人是非常喜歡康樂街那個炒牛肝 搭配上牛舌的我還真的是第一次找到 OK 各位 殭屍炒牛舌 麻煩給它點一下 完全完全海放 我之前在台中烏日拍的一間炒牛舌 我原本以為是這種脆脆Q路線的 但其實整體的腳感是相當軟嫩 風味的部分就是很純粹 一點微辣配上牛舌本身的香氣 搭配在一起真的有一種非常下飯的感覺 老實講 口感的部分也有嚇到 跟我之前拍的一家真的差太多了 好的 各位 總結言 阿豬牛肉湯 在我心中就是一個很穩的選擇啦 不過我很確定 個人會沖了它這個牛舌的口感 有機會再來給它二刷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來試一下 台南在地開了超過60年 早餐宵夜時段同胞的阿鳳扶水魚羹 主打的就是這些碗用拭目一張 包裹魚肉塊所製成的扶水魚羹 而且說真的一碗60塊 這個魚羹的量相當可以 零上點烏觸再給它喇一喇 看起來那是非常的欠吃 阿不它這個羹湯的這個欠度 看起來是蠻濃厚的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 專業的做出來確實有差 完全海放我們今天 蒜耀林他們家的那個扶水魚羹 有它這種魚漿整體的Q 以及它裡面肉塊的微紮實 就我剛才那一口下去吃了 它包的好像是魚肚的部分 所以說就變成主體微Q 中心小塊這種魚肚的油脂化口感 然後跟湯本身的風味呢 我覺得就是很台南啊 經典的甜味路線 會比較建議你稍微在自己 加一點烏觸進去 達到一個適當的酸甜平衡 我感覺台南的扶水魚羹到處都是 我好像還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有包這種魚肉塊的啊 早餐時段來上一碗 非常的帥氣 但是呢又不是整體的滿足感哦 好的各位 總結也呢 阿鳳扶水魚羹 我只能說 果然啊 專注賣一樣東西 長期累積下來 絕對是可以把它做到相當極致的 個人會覺得來到保安路 我沒理由不給它來上一碗吧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一站 好的鬼觀眾朋友 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一點滿滿台南味的優質選擇 它呢就是位在保安路這邊的阿文米果 那這一家呢 如果你有排過阿民族 是應該都不陌生啦 就在它的隔壁 不過老實講呢 個人是更期待這一間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是真的還沒有吃過米果 感覺底部真的那是非常的金黃酥脆 然後呢 再淋上一點有點類似 筍絲肉燥跟湯的感覺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充分的給它撈上它的筍絲肉燥湯汁 感受一下 入口第一個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是 底部的脆度更加突出 但主體口感更加滑順的 蘿蔔糕的感覺 不過整體風味吃起來 我覺得就是相對客氣了一點 主要呢就是它表承 淋上了這些肉燥筍絲的湯汁 口感的對比相當顯著啊 表承脆中心非常的滑順 我以為會有點像蘿蔔糕那種 扎實為豬的口感 好了各位 總結一點呢 阿文米果 雖然是我個人的米果初體驗 講實話不會說到 真的特別想要二刷一下 但如果是想要稍微嘗先一下 充分也是值得你一次啦 OK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 鬼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 我們就以保安路美食老大個收尾 在地開留80年的阿龍香腸熟肉 沒有錯 要做年資 這一家呢 絕對可以說是前幾歐雞 那我呢就點了五種香腸熟肉 分別是鲜丸 鯊魚皮 香腸 配上豬舌 還有章魚 那當然呢 還要再加點一碗肉燥飯打底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他的招牌熟丸起手 摸上他的招牌油膏黃芥末醬 這其實是我第一次吃熟丸 第二感覺 口感的部分相當特別 整體呢 走一個綿密為家時 同時呢 還會伴隨一點他中心 這種脆脆的質地 然後風味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就是適當的甜味啦 我覺得有點類似在吃甜點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有充分摸上他的油膏芥末醬 就可以在整體這種適當的甜味之外 補上一點微微嗆的層次 搭配在一起那確實是相當順利啊 我們來吃一下他的鯊魚皮 目前這兩種吃起來 真的都是一個新的體驗 鯊魚皮本身呢 就是走一個徹底Q彈路線 有點特別 但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再來爬一下這個肉燥飯 整體走一個高顏值 然後切得蠻大塊的肥肉丁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 我只能說他們家的這個滷香 是我目前心中的榜一 最主要是在這種鹹亭的醬乳感之外 還補上了一點油蔥酥的香氣 搭配在一起入口那種 鑒別度就出來了 然後整體吃起來 絕對也是極度的綿密化口啦 配上本身顆粒Q彈的米飯 來到這邊千萬不要只吃香腸熟肉 這一碗肉燥飯絕對也是一個橫貨啊 最後呢就來一個爽上加爽的組合 香腸平常的肉燥飯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台南保安路掃煎美食的吐司選 由於保安路的好貨實在是非常多啦 要我真的全部吃完還是有點小困難 不過要不這10家裡面 個人最想惡刷的 首先呢就會是阿龍香腸熟肉 那個肉燥飯相當OP 那當然純鮮法的鍋燒裡面也不能錯過 再來的話 阿鳳扶索一根我也會建議你小吃一下 OK那這樣啦 我也會把所有的電壓資訊 留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